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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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鐘 之前我們已經講過一次的話題 但最近 五熟清 又再次出來講話 發功 我覺得值得再討論 最近接近了北京媒體的訪問 第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他講話未必是錯 年青人是一張白紙 這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用國文教育 跟張勇常講的東西都少相似 用中國文化去分為年青人 應該是軟性一點 其實他也有少少相似 亦都不能說錯 所以我不是完全不同意 他現在對你的國家沒有歸屬感 但問題就是 你要加上文化和歷史 令他有歸屬感 我覺得這是有效的 但問題是你現在才想 實際太遲了 另外當然 他仍然說 現在的富豪 都不敢幫中國出聲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惡勢力 搞到他們不怕自己的店鋪被裝修 我就不怕 他當然不怕 其實周遣大師都說 其實他已經被架空了 所以基本上美心其實不關他的事 因為美心其實是在吃死貓 但我又要這樣說 如果美心真的不關事 你就不要只說他不是你的什麼人 你就譴責他 你就跟他說 你這傢伙 現在搞我們 我想其實是件事 但問題就是 你美心又要顧及大陸市場 你美心那些月餅 你知道一年賣多少錢 一億億聲這樣計算 雖然他就是在吃死貓 但反過來說 這隻死貓又是不吃不行的 我講講美心的結構 其實美心大概是五市家族 是佔四成左右 渣瘋就佔五成 其實有些河口華那些是有的 是有幾百%的 但那個話事權不是渣瘋的 雖然他有五成 渣瘋的話事權是給了五市家族 他們是口講口培 他絕對告訴你 所以那些網民就說會去對付渣瘋的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惠康 或者是萬寧 但照我對英式紳士的看法 不是很像香港人 中國人 那麼便宜的 他們會遵守他們的承諾 我想你怎樣搞他們 現在承擔在你損失 你怎樣搞他們 他們都不會 這是英國人的利益 而且也可以說 五市家族幫我打通大陸的渠道 如果我拿瘋說回事 可能就未必那麼順利 這也是一個考慮 所以也這樣說 但是渣瘋在中國來說 是到了這幾年 那個憤恨 是到了這幾年 你都還在罵 你都說是鴉片戰爭的指作勇者 我想你幫渣瘋去搞裝修的話 中國至少他一點都不會肉赤 而且五熟清也不會肉赤 所有人都不會肉赤 但問題就是 Henry說得對 有效的就是實際上有效 所有有關的人都不敢出聲 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兩位 第一個就是 Dilk Web 又出來說話 你跟他都很多隔空的隔檢 Dilk Web 走出來 無緣無故在他那裡 又說找到他去年拿了130萬的收息 你不要以為你沒有撇清了 其實你還是有得益的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Web 一個這麼小心 對股票市場這麼熟悉的人 百多萬 OK 我這樣說好不好 Web 它是一個什麼人呢 它是找一些客觀事實 是 No.1 的人 但他在 common sense 在所有的 他是一個非常無知的人 即是他的水平是很低的 即是你不覺得他有什麼政治原因 Gender 我看過他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低的 即是他的水平是很低的 但他是一個 有人去找一些資料 找一些死去區 對於資料分析 即是找了什麼影譯 就出事了 是 所以他不會說 那你有130萬 但問題是3億913萬 你差了0.3% 而且他130萬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全國政協常委 全國政協常委 他曾經是 那個地位是肯定不止130萬一年 即是他不比起地位 我解釋一下 即是DWF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會去 譬如他做一個買股票 買一隻垃圾股 結果就被人家凶了 輸了幾千萬 那些這樣的狀況 是Won Buffett 永遠不會犯的 他自己覺得很聰明 或者有些人覺得很聰明 因為那些人非常愚蠢 即是你應該是一個 common sense 就是當你去買一隻股票的時候 你買很多股票 而那隻股票 是有一些大股東在 你不應該去買那麼多 就是垃圾股票 而Won Buffett 從來不會買一隻股票 那隻股票是有大股東的 有一些大股東 Won Buffett 永遠都是 我買的股票 我已經是二、三股東 而單一大股東 是分散了 他才會買 我看到DWF這個人 是非常之 其實他的資歷是非常低的 即是他在數學上的資歷 即是找些死資料的時候 那個資歷是很高的 但其他的資歷是很低的 這是第一問題 解答了 第二問題就是 其實你已經回答了一點 Henry 但我也想再問一次 說給觀眾聽 有個說法 吳淑青去聯合國 怎樣去聯合國 去聯合國說一段話 另外 另外賭王的女兒 何超騎 又是他那裡說 為何你走到維美森 佔過百多萬 一年百多萬都不是什麼錢 對他們來說 你不走去維信德 你不去澳門 去圍賭場 你是不是 為何你這樣 是欺善怕惡 或是為做而做 為何不打擊 一個真是 你打擊到的 一個目標 而去搗亂美森好 Starbucks好 一個其實 在這件事裡面 他已經被負責 責罵的家族 如何去看電視 首先說回David Webb 剛才還沒說到他最賤的事 其實David Webb 有說我們不要針據 個人或公司的暴力 去進行破壞 但他另外一方面 其實又說 吳淑青說自己跟美森毫無關 不是 其實他還有股權 是擁有的 我覺得這些就是 最卑鄙的KOL 會做的事 你明知道我是說不出口的 那你就百多萬 百多萬是等於美森總派息的收益是多少 0.33% 還要好像隨意 因為其實不是美森都拿光 只是拿一半 你拿了0.1% 1.2% 為何你可以特意拿出來說 因為你知是未不出口 因為你知是未不出口 他編文就說 其實五、六青是很少的 但他不是完全跟美森毫無關 你做不做得出這件事 我就真的做不出了 你問我寫這篇 我一定是說 五、六青就是拿到百多萬 你叫甚麼做美森的話事人 他有沒有好像我這樣質疑 何小平出來說的話 因為他知道哪些人 第一件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他懂得如何拿人最容易 最民粹的感情 感情就是五、六青是沒有關係 其實你就是有的 但他不去說那件事 他知道那些人不會特意的事 雖然有關係 但真的只是一條線那麼有 第二問題就是 為何你不搞信 為何超奇 你又要明白一件事 很多人是精於戰術 整個抗爭運動 但他就絕於這個戰略 因為他不是絕於戰略 即是去到財經那件事 我負責裝修 簡單來說我一個裝修佬 我不會理會股權分佈 我亦都不會理會誰有甚麼 最快手是甚麼 你到處都未深 你到處都在Starbucks 就是選擇最容易裝修的東西 那你說我信德 我首先第一件事要問 信德有甚麼 我知道有一個信德中心 但除了信德中心 第一件事是信德中心 要跟他裝修就很麻煩 等於你不會去五熟清家家裝修 因為你知道那些東西難度很高 裝修當然選擇較容易 第二件事是 究竟信德的東西有甚麼值得搞呢 如果沒有一個人去講這些東西 你就很難去達成一件事 譬如你剛才說 渣瘋也有份 你又發覺是搞不起的 因為他們都會去想 美心還是美心 有關差點是甚麼事 這個未必是他們特別厲害 只不過是 你選擇一些最清晰的東西 五熟清就是美心太子女 就是搞太子女的東西 因為他是太子女 我們為何不能說到那麼複雜 因為做那些人都沒有那麼複雜 當然你應該是依靠一些人去教 但我都很慶幸那些抗爭財丸 我現在經常都說 現在網上有很多人 經常是分析香港的錢被人拿走了 如果你有保險 其實你裝修美心沒有用 和理非才有用 這些廢柴當然也不會討論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集中搞美心 所以我看最後其實是有效 有效是甚麼呢 有效好像我們經事學研究罪案 或者一個刑罰 刑罰究竟是為甚麼原因 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懲罰你 你做了錯事的懲罰 另一個人是阻嚇 我從阻嚇的角度 對 從那個告體 何超瓊就是長期躲在澳門 就不敢回來香港 還有一個非常之深藍 是深藍到紅的那種藍的人 我就說 你又不出來說 你又說到甚麼 何超瓊都躲在澳門 我怎敢出來 就真的令到大家所有藍色的 就真的不敢 大家信是有關的時候 這更重要 不需要為了懲罰 但阻嚇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那些人經常都 你問我的陰謀論 你看那些泛民 每個人都說 你不要破壞一些東西 破壞國際觀感 你會搞民意逆轉 你方式不是後面的有錢人跟他們說 你再這樣搞下去 你搞我 我不說 這個美心的反省 我的親戚說一句 我就被人搞爛了 你陳淑莊 你那些民主黨 快出來跟他們說 不要中計 這一劑 這個運動 泛民都吃得很肥 所以他們是有 沒有矛盾的 所以他們要說 他們要說 他們要說 我想想 我是有錢人 我現在一定泛水給你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叫那些人不要再裝修 你問我哪些人收錢 這些就最糟糙 你不要 你想想 誰最有錢 最願意付錢 你經常說裝修佬有錢收 我告訴你 渴停裝修佬裝修佬那些人 就最有機會收錢 我這一集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